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最新的《斗罗大陆》的聚集中 史莱克七怪也是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场比赛 同时呢,众人再一次碰到了仓规学院的人 而这一次仓规学院带队的人正是弗兰德的老对头,十年 十年的五魂是一种叫做梦魇的奇特存在 能够让对手陷入幻境 而看过援助的朋友都知道 十年载之后还对唐三展开了刺杀 当时唐三也持有41级 而十年已经是76级的魂胜 30多级的魂力差距让十年自然是轻松碾压唐三了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唐三拥有着此级魔童 能够轻松的破开幻境 最终靠着暗器将他击杀 很多漫民也是非常的疑惑 在魂师大赛开始的时候 就看到唐浩也是来到了现场 明显是担心儿子被五魂殿的人盯上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手阻止十年呢 其实答案十分简单 唐浩作为唐三的父亲 虽然的儿子的关爱并不够 但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唐三 唐三有什么底牌他都是一清二楚的 虽然他知道 十年并不能对唐三造成什么生命上的危险 对于唐三来说也算是一次历练 唐浩自然是不会去多加干涉的 漫民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本期视频道结束了 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 后天吹上有几个人 是万年昏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